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Leo 今次Gopo 的第八代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我最近就入手 在這裏做過簡單的影片開箱 據聞的第八代比第七代強很多 我就試試從日休拍到夜晚 從室內拍到室外 試試新機拍攝質素效果 今次第八代拿上手的感覺比第七代重手一點 可能是第八代金屬機身的緣故 所以比上一代塑膠外殼的造工比較紮實一點 不過今次第八代鏡頭 就不可以像以前一樣換鏡頭的保護蓋 官方網站解釋 今次鏡頭保護蓋比之前強化兩倍以上 不過我之前用Gopo 的第七代用了一年 都未試過換鏡頭過的 所以我都覺得如果一體化機 就更加有利它的防水功能 而第八代日頭拍攝時 開它的防震功能的話 真是很強 可以比美三軸的穩定器 但如果是光線不足的室內或室外 防震效果明顯比較弱 不過感覺上都比第七代強一點 所以如果你只是用來記錄生活的片段的話 其實第七代都已經很夠用了 加上它的價錢都跌了很多 而第八代就更適合用在運動的拍攝 或者需要拍攝更穩定的畫面的時候 就比較適合了 而我就幾喜歡第八代 將它的收音就放在機身的前面 比上一代的收音更加清晰 在第八代的版面就有很多捷徑的設定了 更加方便轉換拍攝的模式 也是這麼多代的Gopro之中 最多擴充配件的一部 分別有LCD的螢幕 補光燈 和指向性的麥克風 更加可以方便到拍貨 當然要買齊這些配件 差不多就等同買部機的價錢 值不值得呢 就見仁見智了 對我來說最有興趣的 就是它指向性的麥克風 因為Gopro的拍攝範圍都好廣 基本上對著鏡頭 我身邊的景物都可以拍到入鏡頭的裏面 而且用運動相機 都是貪它機身夠輕巧 如果加太多的配件 在機身上就會失去了它的優勢 好了我不說那麼多了 大家看一下Gopro第八代拍出來的影片 所有影片都是直出 是沒有做過後期的加工的 沒有做過後期的影片 對我來說 是沒有做過後期的影片 好 現在回香港了 試一試前面的麥克風 整天拍過片 都沒有試過對著鏡頭的那個東西 不知道這樣的聲音 出來的效果會不會收得清 或者收得不清呢 現在去坐車了 好涼了 剛才我看過都是16度 好了今天簡單影片的測試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LIKE我 還有訂閱我頻道 記得訂閱王子弟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到這裡了 謝謝你們 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來了